这红红的这是 亲家 这是江宁特产的蜡食 如而为你跟熙若特意准备的 你不认得 仔细一看就认出来了 那个 亲家不喜欢吗 喜欢喜欢 如而一早就听闻 不吃蜡食不入江宁 想必夫人和表嫂 一定很能吃蜡吧 能能 可喜欢吃蜡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就多吃 冰儿啊 我记得你不吃蜡食的 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啊 跟夫人待久了 被她的口味影响了 是啊 侄儿 平时都不见你吃蜡的 怎么今天吃这么 婷妞啊 这口味越来越相近 说明夫妻二人 越来越恩爱了 就是 就是 当初啊 老爷也是为我 从甜口变成咸口的 对对对 亲家真是好酒量 来人 帮我把亲家酒给珍满 贵妇的酒好 喝了不上头 好酒好酒好酒 好酒啊 娘 娘 阿娘 阿娘 别喝了 你看这舞 跳得多好 对对 来看看吧 跳的是啥呀 别跳了 往前站 往前站 这不是我说呀 你看看这些姑娘 这个脸太大 那个眼睛太小 这怎么行啊 亲家 这可是我们云瑶 万里挑衣的舞女啊 是吗 那是你没见过好的 我家那些姑娘啊 哥哥 阿娘 你亲国亲城啊 真的 那可不 下回我带来给你看看 娘 既然如此 你是 那贵府的头牌 几十两请得起啊 五十两够不够 太多了 太多了 二十就够了 二十啊 就够她的 阿娘 你瞧我敢 真的喝醉了 亲家 你这个二十五十 我们没太明白 是啊 夫人您的意思是 够了 当年江宁战乱 熊家遭难 是岳母 独自一人 勉强维持全家生计 不得已才将 府内换养的舞女贱卖 你从何处得知熊府家事 我暂且不问 但你在此接人痛楚 到底抑郁何为 表哥 阿娘 女儿不孝 让您受苦受累 如今 还让人提起这些伤心的事情 阿娘 娘不容易呀 阿娘 阿娘 你儿真是长大了 庆家如此寒心如苦 真是令人敬佩呀 儒儿你也是 好好地非惹人家伤心 赶快给虚弱和庆家赔个不是 是儒儿说错话了 还望夫人和婊嫂 莫怪罪 没事 没事 庆家 龟府遭此变故实在令人扼问 好在希若找到了归宿 庆家 也算守得云开剑月明了 过去的辛酸苦楚案 就不要再挂坏了 今后熊家跟李家 就是一家人 兄长说得是 不如我看这样 让庆家多待些时日 让他们母女俩好好团聚团聚 其实阿娘她 知习夫 这是好事 不要再推脱了 就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要庆家不嫌弃 就在府上住下来 我让人好生伺候你 也让希若呢进去孝道 庆家觉得如何 好 都听你们的 庆家答应了 那这事就这么办了 对对对 吃饭吃饭 来 吃饭吃饭 多谢夫妻母亲 来 表妹多吃一点 谢谢表哥 庆家 我敬你一杯 来来来 不走失啊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 没事 庆家 还有好久没喝这么多酒了 你看看你 我也是 也是高兴 舒服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说了多少胡话 你吓死我了 你怕什么呀 你阿娘哪是一般人哪 没有阿娘搞不定的事 岳母 您身体可有好心 你 不错 你走开 你不错 你这个相貌 你这个人品 都不错 你这个女婿我喜欢 这是给您备的醒酒汤 喝下后会好一些 真是孝顺啊 懂事啊 这汤也好 来来来 坐这儿 来女婿 别客气 你知道吗 那天在驿馆哪 我就看你气质不凡 但没想到你是我女婿 更没想到你是李府的大公子 好好好 不知岳母 驿馆经营的如何 重新开张以后啊 就特别红火 这不是托了我女婿的福吗 岳母高兴就好 好好好 对了 这件事 我还没跟你道歉呢 是 夫人刚才说什么 大点声 我是说 这 没听见 谢谢你 哎 哎 这就对了 这小两口过日子 这 就得甜甜蜜蜜的啊 什么话好听说什么啊 哎 这就对了 你说你这臭丫头 你怎么这么有福气呢 为娘我当年 要是遇到这么好的男人 我绝对不会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 阿娘 阿娘 阿娘你快起来 阿娘高兴 阿娘还说呢 你好端端的 怎么就突然来了李府呢 知不知道这有多吓人啊 吓人 我要是不来 我还不知道你真嫁进来了呢 你攀了高枝 你就忘了娘了是不是 我没有忘了阿娘啊 我天天都想着回去呢 我觉得 李府再奢华 都没有云昭驿馆的小我好 我就是想回去 我就你瞎说 都嫁到李府了 不能说胡话 闭上你的臭嘴 阿娘 你怎么总向着她说话 什么她呀你啊 都是一家人了 别胡说八道 傻丫头 岳母 您今晚就在此处休息吧 你看 还是我女婿想得周到 行 我就在这儿委屈一下 不是 我 这是我睡觉的地方 阿娘 我也要跟你一起睡 你给我一边去 你嫁进李府了 就得跟你的夫君睡 搞什么乱呢 你们 你们走吧 不用管我了 我要睡觉了 我累了 岳母 岳母早些休息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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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去吧去吧 好 你去吧去吧 你